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说到这儿,门诊呢,经常有人会问到 医生,我这么瘦,怎么也会得糖尿病呢?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疑问 糖尿病经常会被认为是胖人的病 其实这并不是绝对的 虽然肥胖是糖尿病的危险因素 但是瘦人不代表就进了保险箱 虽然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呢 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但是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引起糖尿病的基本原因 有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那肥胖呢,只是环境因素当中的一种 一般来说呢,瘦人得糖尿病 多半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绝对不足所导致的 那胰岛素缺乏呢 人体不容易储存能量 身体也不容易发胖 此外呢,现代的社会节奏快 工作和心理压力大 特别容易导致体内胰岛素代谢紊乱 在这个作用下呢 轻瘦型的人也有可能患上糖尿病 那既然糖尿病不是胖人的专利 那么哪些瘦人风险更高呢 首先第一种人就是有糖尿病家族史 糖尿病它是具有一定的遗传性的 第二种就是向心性肥胖 或者是隐性肥胖的人 他们看上去不胖 但是肚子上的脂肪却很多 体脂指数看起来是正常 甚至偏低的 但是内脏脂肪含量却很高 这类人一定要警惕 那第三类人就是有巨大而生产史的女性 很多孕妈妈营养过剩 胎儿过大 这样不仅加大了产妇分娩时的困难 而且也增加了产妇今后患糖尿病的风险 所以说怀孕期间要注意监测血糖 做到营养均衡最重要 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 那第四类人群呢 就是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的育龄女性 那多囊卵巢综合症呢 与内分泌的激素代谢 紊乱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而这呢也会大大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 在生活当中呢 瘦人和胖人的糖尿病管理策略上 有一定的差异 对于销售型的糖尿病患者 我们要适当的增加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的摄入比例 那在运动量方面呢 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药物治疗上 建议根据患者的胰岛功能 血糖波动 以及我们要兼顾他的体重 多方面的因素 选择适合自己的降糖方案 因为有些胰岛素或者降糖药物呢 会对体重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